柚子全身都是宝 柚子皮煮水可以润肺 柚子骨肉可以不血贱皮 柚子和磨碎外用可以缓解掉发 现在来做柚子皮润肺茶 将柚子洗净擦干水分 将柚子皮与骨肉分离 柚子皮切小块 不需要切太细 到时候煮好了 烘干之后就会变得很小 将柚子皮封入电饭锅 加入1500克纯净水 小火煮一个小时 水量是根据柚子皮的量进行添加 不是固定的 煮完将水倒掉 另外加入1500克纯净水和340克黄冰糖 小火煮两个小时 煮完用网筛过滤掉水分 烤盘布上油纸 将柚子皮放在上面 开启风炉80摄氏度烤10个小时 这个烤箱最长烘烤时间只能设置两个小时 所以每隔两个小时再次启动一次烘烤 一开始柚子皮水分较大 经过烘烤会慢慢变得质地坚韧 水分越来越少 直至全部烘干 经过几次尝试 10个小时就能全部烘干 烘烤10小时后 将温度调高至上下火100摄氏度 开启风炉再烘烤10分钟 晃动罐子有清脆的响声 这种干燥程度就是理想的状态 之前做柚子皮茶 这种状态下常温保存一个月没问题 装完盖上盖子 平时可以当国府直接吃 味道不苦涩也不甜腻 也可用来煮水 有润肺的功效 大家一起动手坐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